没事儿宝贝 妈告诉你 没有过不去的坎 妈都喝出这张老脸了 你还怕什么呀 走 咱一辈子没借过钱 但是咱跟欠条写的明明白白 是吧 然后 但是我觉得咱这兑还了 咱真的有点困难 是 过不去了 这热 那个算了没有 现在借多少了 三十吧 那还差着呢 没事儿妈 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 您本管 这样 把那个该还的 你先还给你同事 紧着他们 然后我这边你不用管 我再想办法 看出你妈人缘了吧 这辈子说实话 没个人开过口借过钱 所以他们必须给我这个面子 妈 我想问您件事 我把那房子留给了王姨 您没怪我吧 没有 真不怪 其实那个女人 你不觉得也挺可怜的吗 碰着你爸这么个倒霉鬼 以前爸说实话 真挺恨他呢 那现在呢 过了那么多年了 无所谓了 关键是我把你培养得这么好 是吧 咱快快乐乐的 另外 我坚决不能把自己 变成怨妇啊 妈 您真的是我榜样 真的假的呀 发自内心的真心话 你跟我说这话吧 我紧张 但说实话 一开始我真不想管你 为什么 我想让你招着急 你说你当初 哭着喊着要嫁给阳光 这关键时刻 他跑哪儿去了 他是不是应该站出来 撑撑你呀 妈 你别怪阳光了 阳光也想办法呢 而且阳光说了 他给他朋友打电话 一个电话 钱就送过来了 送哪儿去了 他 他打电话呢 在路上的吧 永远在路上 妈 我告诉你 等你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这个世界上 谁对你最好 行了 明天把房子事赶紧办了 妈告诉你句话 拿钱能解决的事 都不是事 好不好 好 不放在心上了 妈看你着急 我可难受 什么 应该是 不放在心里 没有 你 但你 会要是 放在心里 不放在心里 不放在心里 没 我要 谢谢大家 我 我 你 你 还有 对啊 她怎么 我没跟她借钱呀 就前几天我在医院 看见我们班那个许文佳 我跟她说来着 她是她说的 许文佳 叫那富婆 你不是跟她借钱吗 对 我跟她借钱了 我想的是她家里条件好 先借着用点 你知道她怎么说的 刘爱 真不好意思 那最近呢我老公生意不太好 资金就算也不方便 没有 真的没有 压根都没解了 我真没想到 她跟简小莲说了 你要不赶紧打个电话过去 怎么着也得谢谢你 喂 小莲 刘爱 刘爱 你才这是想着 你打电话的 你已经收到了吗 收到了 收到了 我真是特别感谢你啊 但是我也知道你手头不宽裕 哪来的钱呀 那钱呀是给我儿子存得少些迹劲 本来不想取出来的 但是你别让我着急嘛 弟的 你得早点还我啊 一定 我带管下来第一个还你 谢谢啊 下这种招吧 你忙着啊 好 小莲 谢谢啊 客气呀 拜拜 谢谢啊 真是人不可貌相 好人的 看看我这同学 靠谱吧 接下来就看你那闺蜜 大流的 现在又多了我 我爱 我爱 老公 我跟你说 好 我的天啊 怎么办呀老公 过不过去 怎么过去啊 这马上光户了还差十五万呢 你大流什么情况啊 不知道 这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怎么打电话都不接 我跟你说大流是最不靠谱的 老公 你说我怎么觉得 只要沾上高利带三个字 咱俩就万劫不复了 不接也得接 要不然怎么办呢 房产经纪给我打电话了 不能接 不能接 我知道不能接 怎么办呀 小姨 小姨 高大胜 她干嘛来了 是啊 干嘛来了 先别管这些了 赶紧打电话 什么地方 还不错 就买这个吃的 你说这打什么啊 老公 小姨给我打电话了 哎 刘爱 你在哪儿呢 不叫刘爱 别说话 啊 别说我 啊 别说我名字 怎么了 你这样不是 你这样你听我说 你先别说话 往前走 你离那个穿白衬衫的远一点 哪个白衬衫啊 这好几个白衬衫哪 脖子上挂牌子的那个 不要回头 哦哦哦 我先走 对 啊啊 啊啊 啊 快点快点 你们俩搞什么地下活动呢 啊 说话 你干嘛呢 哎呀你干嘛来了啊 找你们呀 啊 给你们送钱啊 你说说你们俩 出这么大的事 怎么也不跟我说呀 当然了我最近心情不好 一直也没开机 这不一开机秘密电话 就打进来了吗 要不是你妈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你们俩在这儿 想着你最近心情不好吗 再说了 你现在特殊情况 又需要钱傍身 这话说的 在什么时候花过男人的钱啊 对吧 跟你没关系啊 就算离了 我自己也能挣啊 是吧 不是最近呢 我跟David的手续还没办完 现金有点不凑手啊 再加上 我还有笔 大声音要做 只有二十万 千万别嫌少啊 不够啊 啊 太多了 嗯 多什么多 你拿着吧 我还有事先走了 小姨 你没跟我说 你小姨是雷锋吗 老公 解决了 来电话了 快进 喂 大姐 喂 你怎么还没来啊 这公司都要关门了 我们找到了 找不到你啊 你在哪儿呢 我就在办口啊 来了 请问王大全大夫在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私事 王大全 王大全 你跑什么呀 有事吗 有啊 我想和你一起吃顿饭 你怎么阴魂不散啊 是 那天是我把你送到医院了 但是 我不需要你保护 好 大清还未亡是吧 我就是想吃顿饭 没有人陪我 你不是也算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而已吗 是吗 对不起 我没觉得我合适 你心里有鬼啊 我有什么鬼啊 没鬼 你为什么怕跟我吃饭啊 我怕什么呀 我不怕呀 那男人女人一起吃顿饭 不是人类正常的社交活动吗 是 但是我不想 你不正常 没别的事了吧 我还有事呢 什么意思啊 那个 我 送手 去皮 去去去 去 可以了吧 送手 在这儿等你啊 他换衣服去啊 你这是摆鸿门宴啊 嗯 对你啊 还真不用 那都是浪费 喝吧 那这什么意思啊 我听说 你是国际性的专家 在海外 还有合作的医院 了解得还挺清楚啊 那这事就好办了 我聘请你做我的私人医生 陪我去海外进行人工受精 你要干什么 你看啊 咱俩都是离过婚的人 你应该特别明白我此刻的心情 我 我就是想要个孩子 死都想要 你一定得帮我 我不会让你白做的 你说多少钱吧 开个价 我马上就给你转账 立马到上 你等会儿 人工受精 生个孩子 是小孩过家家呢 这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 不知道吗 为什么呀 不就是生个孩子吗 因为您哪 已经是超零产妇了 你才超零 行 就算我已经超零了 所以我才请您啊 您不是国际性的专家吗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凭什么呀 你是医生 我是病人 我现在有病 你得对我负责呀 很简单 因为你现在的身体 肯定是不达标的 那要是我达标了呢 你就答应我对不对 一言为定 王大前大夫 一言为定 你是有病 你越不答应我 我越觉得你靠谱 非你不可了 好 好 好